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,这里是百味厨娘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小妙招,不干交贴在生活中比较常见,我们平时购买的瓶子上面全部都带有不干交贴,这些瓶子里面的东西用完了,我们的瓶子还可以继续使用呢,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留下不干交贴的印记,不干交贴的印记除了会影响美观之外,还会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。 不干交贴沾上容易,但是去掉难。我最近收集了一些去掉不干交贴的方法,今天就带领大家验证一下,到底哪种去除瓶子的效果好呢?下面就请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我们来实验第一种方法,就是用家里面的食用油来去除不干交印记。首先我们拿出家里面的食用油刷,在我们的不干交表面刷上一层。 刷的时候呢,一定要注意把最外层的塑料保护膜给它撕掉。撕掉保护膜之后,我们再用小刷子进行全面的粉刷。 全部都刷上食用油。 刷好之后放到一旁,等上5分钟。 我们来实验第二种方法,酒精去除法。 我们来验证一下酒精是否可以撕掉标签纸。 首先我把标签纸上面的塑料膜撕掉。 然后均匀地喷上高度的酒精。 这里喷洒的酒精度数越高越好。 我们要把整个标签纸全部都喷上酒精。 喷好之后我们先放到一旁,一会儿来验证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是否可行。 下面来验证一下第三种方法,就是用马油的护手霜涂抹在标签纸上。 我们在标签纸上多涂抹一些护手霜。 我们涂好之后,放到一旁静置5分钟。 下面来验证第四种方法,风油精。 我们准备一瓶风油精,把风油精均匀地涂抹在标签纸上。 一定要多涂抹一点风油精。 大家注意一下风油精,味道特别的大,不建议去除瓶里面标签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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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用纸巾来擦一下 完全没有胶硬了 风油精去除不干胶的方法 验证成功 今天分享的方法当中 酒精和风油精去除法颇为有效 以后大家去除不干胶硬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酒精和风油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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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